另外一方面要特别提醒 如果您打算在这连修的四天假期 跑到台北东区去逛街 可怕要避开这个地方了 不要到开车到中校东路四段 因为台北市的新公处 在这连续的四天假期里头 要在中校东路四段 也就是复兴南到光复南中间的 北侧的车道 东向西的路面进行一个更新 这个范围涵盖就是包括了 SOGO的中校馆 顶好跟统领商圈 总共加起来大概是 1.4公里的长度 但是很多的用路人 事先不晓得要封路 到最后一刻 才要觉得改道非常的麻烦 一边吹哨 一边指挥交通 新公处人员忙翻了 因为全台北最繁忙的道路 中校东路 要在端午假期封街四天 不用路全面翻新 第一站就选在光复南路口 周四开始就是端午廉价 台北市新公处准备要在这几天 从光复南路口一路到复兴南路 在中校东路北侧车道路面更新 长度达1.4公里 范围将涵盖SOGO百货 顶好商圈和统领商圈 全都是人潮最多最拥挤的路段 许多民众事先不知道封路 措手不及 民众抱怨市府宣岛不周 让他们碰上风路交通拥色旗 但工程人员已经准备把一个个人孔盖 全都拆除 要打造台北市第一条 无人孔盖示范道路 趁着端午假节大改造 要让市民耳目一新 周内新闻林水红 郭朝琪台北采访的